哈利王子和梅根在这个月8号宣布要退出王室高阶成员 女王随后也发布了声明尊重哈利夫妇两人的决定 女王感谢哈利夫妇对整个大英国协的付出 即便对哈利夫妇做出的决定感到痛心 但是生命稿依旧温情满满 似乎是想缝合因缝波撕裂的家族伤口 而BBC评论还以四个布莱对王室和哈利夫妇断绝关系的声明下了一个总结 分别是不再使用王室殿下头鞋 不再是王室的工作成员 不会再领取王室公款 同时也不再正式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不过哈利和梅根在宣布退出王室之前早已有机可循 在英国王室日前发出的这张照片当中 有女王和威尔斯亲王 还有威力王子以及乔治王子都有入境 但微度遗漏了哈利王子 让外界猜测是否没有把哈利夫妇 视为王室未来的一部分 让王室不可的谣言又甚嚣成上 不到三个月前梅根才向媒体诉苦 王室生活压力大 再加上自从梅根加入王室之后 就多次打破王室规矩 像是王室只在桑里穿黑衣 但梅根却多次一身黑除袭公开场合 还有王室里以上也常被拿来写文章 比起其他王室成员 梅根高高翘起的腿绿为不庄重 跟关系副代表凯特王妃形成了强烈对比 梅根选择做自己跟哈利王子的非典行为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小两口选择退出王室的行为 也让人感到不太意外了 都是新闻国际中心继合报导 不过在这样的实际点 梅根的爸爸却跳出来接受了英国电视台的专访 大骂女儿梅根不应该退出王室 还说这样的行为很愚蠢 甚至批评梅根是为了钱而破坏英国王室 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 高喊退出王室资深成员英国女王 准了哈利梅根能去拥有更独立奢活 但梅根爸爸这时却跳出来骂 梅根住在墨西哥的爸爸唐玛士 接受英国媒体英国第五台专访 不提女儿女婿外还大扯女儿后腿 她骂是直批女儿 想要靠自己赚钱 其实是想赚更多钱 她更说自己感到尴尬又失望 因为她说英国王室是有史以来 最伟大又悠久的机构 却被哈利梅根破坏了 这首英国媒体专访的梅根爸 对女儿梅根更是没有一句好话 甚至梅根妇女因为一封家书 打算要对不公堂 梅根家庭闹不合 种种内幕随着梅根嫁进英国王室后 早因为梅根家人一再爆料 可让梅根成为英国小报 业余对象 梅根的原生家庭上演世间情 可见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同时我将一切零配报道